《蛇和试探》 有一个年轻人想要锻炼自己的身体 他来到一座高山面前 山顶就覆盖着初冬的白雪 他对自己说 这个就是我要锻炼体拍的好地方 我要爬上山顶去征服这座山 于是他就开始攀爬 向雪顶前进 攀爬的过程既辛苦又漫长 但是年轻人终于完成了 爬到上山顶 当他在山顶休息的时候 突然间听到一个很微小的声音 救我啊!救我啊! 年轻人就顺着这个声音望过去 原来是一条响尾蛇混在雪地里 快就凍死了 响尾蛇扣年轻人帮他脱离雪地 年轻人这个时候 靓下的头说 不行 如果我带你下山 你一定会咬我的 到那时候 死的是我啊! 响尾蛇就立即说 不会的!不会的! 我为什么会害救我的人呢? 我还要报答你救命之恩 我发誓 如果我忘恩负义 我就会被冻死 这个年轻人想了一想 就答应了蛇的要求 将蛇放在他的衣服里保暖 然后就开始漫长的落山过程 当他来到山谷的时候 将蛇拿出来 轻轻地放在地上 没想到蛇毫不留情地 回头攻击他 以及咬他 你为什么要咬我啊? 你不是说了不会咬我的吗? 年轻人就来死 他对着蛇抗议 但是这条响尾蛇 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个快死的年轻人 很冷酷地对他说 你在带我下山的时候 不是早知道我会这样做的吗? 朋友 你早就明白 有很多事是不应该去做 等到后悔就已经来不及了 有很多人 你明知他说的话是不可以相信的 你还偏偏选择去相信他 等到真是知道被欺骗、伤害 也已经造成了 罪的后果人人都知道 但是抵挡罪的试探 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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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